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大論壇 五都選舉呢 今天進行候選人的 號次抽籤喔 所以從今天開始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代表號了 我先介紹今天節目來賓 第一位是李建南 李老大你好 任莫華 莫華你好 大家晚安 孫大謙 孫委員你好 大家好 李永平 永平你好 秀琳好 大家好 神父熊 沈大好 你好 大家好 文化大學廣告系的副教授 紐澤勳 你好 主持人 各位當好 我們先來看今天抽籤喔 好 其實今天抽籤本來應該是 蠻平靜的選舉活動喔 行禮如遺 不過呢仍然是發生了一些 零星的肢體衝突 這個肢體衝突事件呢 是現在越接近選舉 好像也越熱了起來 我們來看的是在台北市 選委會喔 有人故意衝撞 市長郝龍斌的抽籤的隊伍 這一拳 差點回到台北市長郝龍斌 下壞順便幕 遼漢遠景 民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 佟仲彥被駕離現場 佟仲彥大動作突擊引爆現場 一陣推擠 豪龍斌四名青年軍 忽訴受傷 走到一半 後面 後面就有人衝過來撞我們兩個 然後肩膀就被他撞傷 出面亮出驗傷單 青年軍首部背部 分別受到癒傷和錯傷 雙事不算嚴重 但是抽籤現場這一揮 挑釁意味濃厚 我們希望能夠由 蔡英文主席跟蘇貞昌先生 對於我們四位受傷的青年志工 給他們一個公道 還他們一個道歉 事實上同仲彥前一晚就預告 將以行動阻打好龍斌抽籤 但他強調自己也掛彩 穿著長袖 都被好龍斌的青年軍給抓傷了 今天下午1點半到新元醫院 我要來驗傷 這個事情我們讓黨都要去了解再說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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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以後再說嘛 選前倒數避免被貼上暴力標籤 蔡英文謹慎回應 參選人搶曝光 但方式可異 成就自己卻可能陪上團體形象 中天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好的我們看到 明明是很一般的抽籤活動 不過有市議員為了造勢衝撞好龍斌 一拳揮過去還差一點打到好龍斌 四個好龍斌的青年軍掛彩 好龍斌呢發了一個新聞稿 要求民進黨要道歉 因為呢 童仲彦是民進黨所提名的市議員候選人 這個好龍命運總部要求童仲彦要向這四個青年學生道歉 要求民進黨的黨主席蔡英文 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蘇貞昌也要出面譴責民進黨市議員提名人 童仲彦的暴力行為 好總部的這個要求過不過分 另外呢 好總部呢 還出示了一個證據 就是童仲彦今天的衝撞行為 絕非是現場臨時的擦槍走火 因為呢 在童仲彦抵達現場之前 已經有人在現場發一張新聞稿 童仲彦總部發的新聞稿 好小兵不要抽籤了 去北檢報到吧 這個是新聞稿的標題 但是其中有一段呢 已經寫了 童仲彦跟抗議的群眾 意圖阻擋好龍兵抽籤 並且要求好龍兵立即退選 就是連行為的描述都事先已經寫好 就是意圖阻擋抽籤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臨時突發的行為 不是因為現場的氣氛所造成的 是一個預謀行為 好龍兵要求蔡英文 要求蘇貞昌道歉 合不合理 李老大 那個首先來講就是說 他要他道歉他還是不理你 他對童仲彦來講的話 他就是很簡單 就是說第一個要大家知道他 這個選舉 我昨天有講一句話 道不棒不新 你被罵都沒有關係 人家不理你是最難過了 所以要有新聞 他一定要有新聞 還有一個他要轉移 因為這一期的一週刊 這一期的一週刊 就是對他有一些 讓人髮指的一些報導 那他也上了某台 他上了某台的時候 那當時呢 當時呢 那他是表現得非常的 非常的溫文儒雅 那今天又展現這個暴力 我想他這樣 流轉一個形象 把他這個打老婆 甚至就是說 女朋友這個可疑的 這個自殺這些事情呢 轉移目標 變成他好像是另外一條 一條好漢 那這是他 另外一個就是他豁出去了 他要搏百面 他一定要有這個新聞 所以他自己講說 那至於國民黨要發表這個 就是說民進黨要負責 民進黨提名了 他必須要小心 民進黨會反攻他 那個秘書長是你 是你任用的 你也要負責 對不對 這個東西都在選你 這一馬跟這一馬 好像是不太同的兩馬 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在一般來講 會馬上給你刀打過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讓社會去公平 所以你就發發這個 讓大家看看就這個人 那我覺得從中下也很冒險 可能人家一週刊 沒什麼人看 你這樣一動是哪一個 哪一個 你沒看這一期的一週刊 那看出去的話 可能對你 傷害會更大 他不認識他 結果呢 現在就要想說 這個人是誰 去找資料 就找到了一週刊的這篇報導 木華今天這個 郝龍斌總部說呢 這個人呢 是民進黨你提名的 你黨中央正式提名他的 你蔡英文不用負責嗎 然後他在台北市選 那母雞戴小雞 這個母雞蘇珊 不用出來道個歉嗎 因為童仲彥 也是我們新聞界的同業 所以評論這件事情 心情上感到非常沉重 那基本上呢 這個抽籤是 造勢最好的一個場合 因為所有的媒體 一定會到那邊去 這個焦點中的焦點 就是抽籤這一天 所以你看到抽籤 各個候選人都是 這個奇招百出 那童仲彥今天會出這一招 我覺得他的選情 非常低迷 因為基本上 選情告急了 對啦 因為選情四平八穩的人 沒有必要出這種險招嘛 因為這種出險招 就代表他選情非常低迷 比如舉個例子 記得還 以前這個鄭餘正 立法委員 這個要選 那時候 天上掉下來禮物 一下從天上掉地上 他曾經是 這個第一得票最高的立委 那後來他要重新再 付出在選舉的時候 那想說他怎麼樣 這個可以博取大家的 這個同情跟 百面的關愛呢 他就在這個抽籤當天 落法 把整個頭髮剃掉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記得 那為什麼要落法 因為選情低迷嘛 沒有辦法 死馬當活馬一 那最後有沒有用呢 就他拿幾票 各位還記得嗎 一千票 一千票 好彩混落法有用 好彩混落法也有用 所以不同的人落法 不同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 就選情很低迷 但是呢 我認為這招沒用 基本上你的衝撞啊 或是說你肢體暴力 大家看這種戲 已經看了老套了啦 就是想說這奧歐 這種奧歐已經不是 所以我認為沒什麼用 但深究這件事情 就標準的 因為他是新聞出身 媒體人出身 他懂得怎麼樣運用媒體 這更可悲了 更悲哀了 因為他自己是媒體人 他應該善用媒體資源 他不去善用媒體資源 他反而誤導媒體資源 扭曲媒體資源 那這個其實 這種撇步這種奧歐 真的是 發生在媒體人身上 我只能講悲哀兩個字 那我認為是沒有用 因為他選情非常低迷 為什麼低迷 就剛剛李老大所講的 最近一些負面的報導 尤其在 只剩下這個投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當然對他是一個重傷害 不過 這是從這個 這是微觀面 我們從宏觀面來講 我們要講台灣的選舉 淪落到這種地步 是很可悲的 為什麼 你完全看不到政策辯論的空間 以台北市的選舉來講 你有看到哪個議員提出政策辯論嗎 沒有 他到底選上要做什麼 議員的要求有點高 我們也不知道 他將來的報復什麼 政見是什麼 沒有 完全沒有 那就看到完全都是在流於這種 作秀包裝 肢體像今天這種更是要不得 所以我就很可悲 譬如說 以市長選舉來講 你看到 那個 那個蘇 那個 蘇貞昌有提出任何政見嗎 他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我只有在公車的屁股上 看到他一個政見 他說 他要打造十條的 這個 椰林大道 綠色大道 那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蘇 這個蘇縣長 你到底要選台北市哪十條路 哪十條路 對 你要告訴我啊 那這樣我才會決定要不要 蓋端給你啊 所以說 我覺得呢 這些政見 才是我們選民 真的要看的 牛肉在哪裡嗎 端出來給我們看一下 如果流於這種肢體的話 其實是很可悲的 那另外我要講啊 其實呢 民進黨的這個議員 敢這樣去做 候選人敢這樣去做 其實綠營的選民 也要負很大責任啊 因為綠營選民 可能視而不見 覺得說 你去衝撞啦 我本來都要挺你了 那這個就更可悲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 選民也要負很大責任 如果我們去縱容 還讓這種人當選的話 那基本上 那這個選舉啊 基本上就是淪落到 沉淪不能再沉淪 不過政黨不應該 為他所提名的人負責嗎 他提什麼樣的人出來 那個人做了什麼樣的事 都不用負責嗎 童仲彥喔 他本來就是很輕扁的 那麼他跟陳志忠 也是所謂一邊一國連線的成員 所以童仲彥本來 所要拿的選票 就是森綠的選民 那麼對森綠的選民來講 好龍兵當然是一個最好的道具啊 他今天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就童仲彥跟好龍兵的衝突 對童仲彥選票的凝聚 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 因為他所要拿的 本來就不是中間選民 本來就不是形象的這些空氣票 他要拿的就是鞏固 這個森綠選民的這一塊 這是第一了 那麼第二 如果照好龍兵總部所提到的 就在現場 早就已經在發新聞稿了 那麼當然這就是一個精心 預先設計好的一個造勢活動 這不能算什麼衝突活動 這就是一個造勢活動 只是好龍兵就被他拿來作為 造勢的一個對象而已了 那第三我要講的就是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民進黨的政治人 或者是民進黨的輔選幹部的話 我會認為這個行為 真的就是一個損民進黨損蘇貞昌 但是利己的一個行為 這個行為在台北市這個選區 傷了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這個選區 在台北縣新北市這個選區 他所要拿到的選票 絕對不是深綠的選票而已 他需要拿到的是理性的 溫和的 相信民進黨轉型了 民進黨會改變 民進黨有執政經驗跟能力的選票 而佟仲彥今天這樣子一做 就是潑了這些人一盆冷水嘛 所有民進黨過去努力經營的形象 通通都沒有了 這就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也損了蘇貞昌啊 蘇貞昌盡全力營造出來 是一個多麼溫和的 多麼愛家的 然後他的廣告都是多麼溫馨的 多麼感人的 結果最後原來你的團隊 就有跑出來一個佟仲彥這種人 對蘇貞昌當然也是重傷啊 所以這種行為就是損了民進黨 損了蘇貞昌 但只是對他自己有利而已 我乃人對余天講錯話說 一言喪幫喔 這個佟仲彥這一拳 會不會也是一拳上幫 佑平 我覺得首先你哪一個政黨 當然要為你提名的候選人來負責 今天如果佟仲彥 他不是民進黨提名的 他就是說我輕扁 我叫什麼一邊一國連線或怎麼樣 他自己無黨籍出來參選的 那你蔡英文不要講話沒有關係 你蘇貞昌不要講話沒有關係 可是今天 他是你民進黨正式提名的候選人 那你黨主席要不要表示態度 你如果黨主席在這種事情迴避的話 那就等於說你民進黨 永遠還是一個支持暴力 縱容暴力 甚至希望你這個政黨 不管他做了多少可愛廣告的包裝 你本身還是一個暴力本質的政黨啊 因為你的選民就是吃這一套啊 那是這樣嗎 蔡英文你是一個暴力黨的黨主席嗎 大家還記得那個時候 陳雲林來那個事件風波的時候 聽說蔡英文主席他最介意的 就是大家認為他叫做暴力小英 你當時的民進黨的群眾的暴力 你不能夠控制 你現在的一個市議員 明白著還沒有暴力行為之前 就發了一個新聞稿 預謀暴力 然後就是預告大家說 欸我等一下就要施暴了 而且這個暴力的對象 雖然說剛才大謙講到了說 他主要是要用好龍斌市長來做一個道具 對他的自己的選情有利如何如何 可是他有沒有實際傷害人 他雖然他的暴力攻擊 沒有打到好龍斌市長本人 可是他傷害了四個青年軍欸 其中四個青年軍呢 現在看起來還三個是女生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些女生這些已經去驗傷的同學 是可以告他傷害罪的耶 這種已經造成了明顯的有人傷害的行為 你民進黨不用表示態度嗎 那說到蘇貞昌 你作為一個台北市市長的候選人 你希望你要參選的這個城市 這個陣營 大家是一個理性的 一個就是論事的來論辨 還是說動不動你就去縱容暴力 如果我們有一個可以容許跟縱容暴力的市長的話 那以後台北市會變成什麼樣的形態 那你蘇貞昌不用表示意見嗎 如果連同仲燕這種這麼惡質的候選人 你都不願意出來講一句話 跟他做一種切割的話 我相信現在所謂大家在決戰的中間選民呢 對民進黨是會非常失望 也會唾棄的 但是就同仲燕的選情啊 我也必須很遺憾的講 我還蠻認同大謙的判斷 因為我們回憶啊 當時在選立委一對一選舉的時候 王世堅跟周首遜選 那那個選區其實 歷年來的選票都是綠大於藍喔 可是因為他只選一個人 所以當王世堅鬧出了一個醜聞 甚至是類似性侵這樣子的一個負面形象的時候 那個對王世堅的選情就很嚴重 所以王世堅就落選 但是呢現在同仲燕他在的是一個多席次的選區 他其實只要一點點票他就會當選 所以這種時候呢 他用一個暴力行為來轉移他的這個性侵的 跟這個就是說在處理感情上很差勁的 這樣的一種醜聞呢 可能還是會達到他的效果 所以這種時候 民進黨如果不表示態度的話呢 會讓大家看到說 喔原來你民進黨的本質 就是縱容暴力 就是容忍這樣的脫緒行為 大老民進黨會不會有 對這件事情表示態度的可能性 難講但是即使有反應 對同仲燕無傷 我覺得我們今天晚上討論他 而且記者還指名道姓 同仲燕長同仲燕短 他就100%達到他的目的 對那我認為他也不是擔心人家不認識他 借機來造事端讓大家認識他 因為他是在萬華跟中正選 是綠營的票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 那問題是他在跟誰搶票 他在跟陳嘉明 陳嘉明是因為他而沒有被提名 莎莎跟陳嘉明現在是台電黨 跟劉耀仁跟周薇佑跟顏勝貫 在搶同一個那群的深綠的票 他今天把自己營造成什麼 營造成深綠的英雄 所以你們這個藍營的人不會打仗 你們硬是要蔡英文 硬是要道歉 不管他們兩個道歉不道歉 他們兩個人如果被逼到道歉的話 那同仲燕更是英雄了 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不道歉 同仲燕也是英雄 這樣做這樣做 反正從今天起 他恐怕也不是要轉迷大家 對他一周刊這些醜聞的家庭 我想也不是喔 他現在就是營造說 本人是比他們都更勇敢 他是民事的記者 是蔡同榮委員的愛將 他是取代胡婉玲主持 老闆來開工 而且他主持的時候 他不管收視率有多低 他就是盡量的綠 盡量的賭 而且他罵本人真的不計其數 但是我今天的發言 你是苦主 我當然是苦主 但是我今天的發言 跟私底下是不是要報復 完全無關 我完全公主 你先事先聲明 而且你說他出身媒體 他在中天也待過 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他說出身媒體 所以懂得利用媒體 我覺得這一句話 也不正確 為什麼 所有的候選人 都懂得如何用媒體 只是看你狠不狠 這個傢伙是非常狠的 這個傢伙是非常敢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他 什麼民進黨來道歉 我覺得沒有用 你應該要想辦法 讓大同萬華區的綠的選民 曉得你選了他 其實是上了他的當 而且將來對誰都不好 尤其是對民進黨最不好 大家一起破棄他 票不要給他 不過徒弟 你剛才講了一句錯話 你今天說是 佟仲彥跟郝龍斌的衝突 什麼叫衝突 兩個人這樣才衝突 今天郝龍斌根本沒理他 郝龍斌是被操擾 人家這插去找這個叫衝突 還要製造衝突 對 還要製造衝突 所以以後講話要小心 不過剛才這個沈大佬意思說 如果對於佟仲彥這些行為 要有所譴責的話 或是有所制裁的話 最好的方式是要讓支持民進黨的選民 知道說投了佟仲彥對民進黨 是不好的嗎 對那這件事情 不是該民進黨自己來做嗎 就是說會不會傷害民進黨這件事情 要民進黨自己來想辦法自救啊 就是說佟仲彥這個行為 不是我民進黨所認可的 所以呢 他的行為並非本黨所喜歡的 對要做一個切割 這是民進黨該做的事情 其實我坦白講 就是說蘇跟蔡 其實並不會針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個表態 因為他們也非常清楚就是說 佟仲彥這樣的一個動作 對自己是有傷的 既然對他有傷的話 基本上冷處理可能會是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要不然做切割的一個動作的話 蘇跟蔡可能還是會直達郝龍斌 也就是說呢 他把同仲彥裡面 聲明稿裡面相關的一些內容 來針對郝龍斌做質疑 不管是新生高的一些所謂的一些弊案 或者是一些花博裡面的一些問題點點 問題等 都會針對郝龍斌再去做進一步的一個質疑 意思也就是說 我可能是某種程度的一個以退為進 但是就是說其實我也非常同意大家的一個意見 其實我基本上認為 同仲彥他這樣的一個策略 其實我們用五個字就可以把它包含掉 第一個就是衝 第二個是脫 第三個是泡 第四個是蓋 第五個是送 就是衝脫泡蓋送就對 衝很清楚 這個是燒傷的時候的標準策略 可是基本上還講話 就是說我認為他這個策略 都符合這個五個標準原則 第一個就是製造衝突 就像剛剛大佬所講的 那脫呢 就是他希望能夠把這樣的一個議題 持續拖下去 我相信 同仲彥為了把他的一個目標 勝利的一個選民的一個選票鞏固 去跟大佬剛剛講的 陳嘉明做區隔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 衝撞性的一個策略 一定會持續拖下去 那第三個是炮 是如法炮制炮 這個部分我覺得真的比較不屑 因為我覺得這基本上 我同意孟華兄剛剛講的 是一個勞梗的一個策略 所以勞梗的策略 你還在繼續用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說 你媒體人出身的話 你的創意可能是不太夠的 那第四個叫蓋 是胡吹亂蓋 你可以看他相關聲明稿 或是新聞稿 相關這些內容來講的話 其實他打 郝龍斌所謂的一個弊案 但是打的又是不著邊際 但是呢 他的目標群眾 勝利的一個選民 可能會相信他這些 胡吹亂蓋的一個內容 那送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爽 因為他今天透過這樣的一個 衝撞的一個策略 他搶攻了版面 所以我說 他的一個策略很簡單 就是衝脫泡蓋送 但是就理性的一個中間選民來講的話 絕對是沒有用的 好 我們這個當事人澄清專線 童仲彥現在也打電話進來 要澄清一些事情 童先生您在線上嗎 是 請問您要澄清哪一部分 是 您今天是不是在這個選委會的這邊 衝撞了郝龍斌的這個競選團隊 造成四名青年軍受傷 秀琳姐 我等要跟您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我不知道說在 同內的聲音 我可不可以精確的聽到 但是我現在是有看著畫面 那第一我要來做個描述 是在進場的時候 我是在旁邊的花台 來做抗議 然後是這個 好青年軍 一個叫吳清風的 斷拉著我的手 那接下來 我會繞到前方去 是因為這整個旁邊的路線都被擋住 所以我繞到前方 那我今天其實我是相當清楚 我是在外圍 那您剛剛在這個畫面 有打圈圈 你們所謂的揮拳 這個不是揮拳的動作 這個是那個時候 我要過去 我要繞到前方的時候 他們抓我 你看我整個手 被扭到後方的時候 那相對的 我那一隻手的這個動作 被這樣一拉 是這樣 但是您看整個施力的方向 這並沒有揮拳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你們揮拳這個 可能會涉及到法律責任 如果說 調出相關的這個媒體的報導的話 有不同的角度 大家可以好來做個分析 所以我今天這個抗議的行動是事實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揮拳 您可以看到 現在在畫面上 這個人把我架走 那旁邊的把我拉走 而且進場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 一個人呢 四周有四五十個人 所以包括好軍的這個聲明稿裡面 所謂的說 我帶著抗議群眾也沒有 進場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一些支持的民眾 他們可能這時間都沒有趕上 你們可以看到 是我被架開 然後這個時候 我眼睛也都被打掉了 所以這個為什麼好龍兵的青年軍 對不起 這個不是揮拳 對不起 請問一下 那為什麼會有好龍兵的四個青年軍會受傷 那我在這邊跟您做個解釋 那進去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 我並沒有去撞到任何的青年軍 這是進場的時候 另外出場還有 我也沒有去撞到任何的青年軍 那據我去了解 也調閱了相關媒體的畫面 這是在整個媒體採訪 可能在推及的過程中 我不知道說這些青年軍 他們是不是說被其他的人 有撞到或擠到 但是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 我進場真的是一個人行動 然後出場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人在旁邊 你看旁邊有那個花台 我本來是站在花台上的 但您剛剛打圈圈這個畫面 我覺得說你們可以一再的 仔細的來看 這整個方向 這個是嗎你看 我這個手肘這樣 我是被推開嘛 被架開 所以我說這個 黃先生您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絕對沒有 要去衝撞 好龍斌競選團隊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嗎 我根本 我沒有衝撞 我從頭到尾 我都是一直被拉著 我是在旁邊一直喊著說 好龍斌要退選 因為好龍斌說過 我這新聞稿上面寫得相當清楚 我說好龍斌他曾經講過 如果說台北市政府 不是 是只有其中一段 就是說 你的新聞稿上面是寫 同眾諺和抗議的群眾 意圖阻擋好龍斌 對 這我可以跟您說 因為這個新聞稿 是我愈發的 那這個愈發的部分 我本來我是規劃說 我的一些支持者 是在旁邊 是在前面排選一列 但是我的支持者 在他進場的時候 根本就是他們都 來不及過來 所以我只有一個人 在嘛 所以就從頭到尾 都是我一個人動作 我相信啊 所以一開始您就打算 要阻擋好龍斌抽籤嗎 大家來教育相關的 這個影像的證據 會相當的清楚 是 其實所以一開始 您就是要打算 阻止好龍斌抽籤嗎 我沒有說 我上面寫的 我說阻擋 對不對 是的 我不是用阻止吧 阻擋 我用阻擋 是 對不對 意圖阻擋 是 意圖阻擋嘛 意圖阻擋不就是想要阻擋 他去抽籤嗎 對啊 意圖阻擋 那意圖阻擋就是抗議嘛 意圖阻擋 跟你們說的揮拳 跟你們說的衝撞 這真的是差太多 你看這個動作 這是我被拉開耶 我被拉開 所以這個手肘相對的 我有這個旋轉的動作 不過就是 不是說前頭這樣過去耶 不是說前頭這樣過去耶 你們這個可以學學說 是 力學的角度 力學的動作 我相信我新聞的 啟蒙的老師齁 可能這個秀琳姐 是我啟蒙的導師啊 你應該 你眼罩 相當清楚啊 是你教的 沒有可能的 那包括陳大佬 陳大佬也是在我民進黨的前輩裡面 我很多的這個 論述啊 包括我看的書啊 看了很多的報導 都是陳大佬 你也是他的老師 你也是他的老師 那剛剛包括 紐承哲老師啊 他所做的廣告啊 是衝脫爆炮帶送啊 衝脫爆炮帶送 好了 我們謝謝這個 謝謝 謝謝你的澄清喔 不過 你也承認說 你一開始是有意圖 要去阻擋 郝龍斌抽籤嘛 這你愈發的新聞稿 你也承認 這個事情 不過現在發生了這樣一個衝突事件 你到底有沒有 揮拳或是有沒有 讓郝龍斌競選總部的青年軍受傷 這也許需要更多的事實證據 或是當場的目擊者來釐清 因為現場我們這些人 我們今天都沒有在這個選委會的現場 所以可能也沒有辦法 跟您就這個細節 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謝謝 您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進廣告